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偷了你家的东西 我偷了你家在窗前的花园里面的蝴蝶的插花 他讲叫风车了 应该是在西方的 在北美很多住house的人 他在门前的花坛 他们很讲究 大家很喜欢去弄这些家庭的氛围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人那种塑料的或者木质的那种插花 蝴蝶呀 什么甲壳虫啊 就类似的这些东西呢 在像home depot这些地方都有卖 那这个女士门前有这个东西 有一个是蝴蝶的 男孩说我偷了你的东西 我偷了你这个蝴蝶 那原因是因为我的妹妹太喜欢她了 而我呢 只有五岁 可是呢 我的母亲呢 已经去世了 在生前的时候 那我们很喜欢 我母亲也很喜欢这样的花 所以我拿了 我偷了你这个花 是为了能够放在家里面呢 放在窗台上 这样我妹妹呢 也可以看到这个花 那但是我兜里实在没钱 我只有这五块钱 请你原谅 非常抱歉 然后说你可千万别 因为我的行为而生气啊 我真的兜里没钱 只有五块钱 那这个条跟这五块钱的原由就很清楚 那这个女士呢 登了一个Facebook的专页 Facebook专页就说寻找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叫Jake 寻找这个男孩 他说 我到邻社周围啊 这个邻居去找了 去打听了 那找不着你 那我只能用社交 用Facebook呢 希望能够找到你 我这五块钱不要 那我呢 一共有三个这种花 所以你拿走了一个 我这手里还有俩 说我再送给你一个 这样的话呢 你妹妹有一个 你也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我再留一个 那因为呢 在我年少的时候 这个这个女士说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也没有了 这就成为了 这就成为了CBS 昨天在他的推特上 比较主推的一个新闻 那我看呢 有上千人在转推他 在寻找这个叫Jake的男孩 那我自己看过之后 我个人非常感动了 其实 我跟大家描绘的时候 我依然很感动 这是一个 人的环境 一个孩子做了错事 是偷东西了 但是呢 他是在生活中的无奈 在偷东西 而偷的这份东西呢 是为了他的妹妹 为了他失去的母亲 而这个 这个女人呢 寻找的呢 也非常直截了当 对吧 他说我有 我就要找着你 五块钱我也不要 我有三个 你拿走了一个 我再给你一个 这样我们三个人 依然可以有一个 人世间 人们讲 人的行为要善良 人们再单纯的去讲说 有时候人有一些漏习 那偷拿东西占小便宜 这是人们通常唾弃的 那就像每一个人都 一生中说 谁没有说过谎言 这事儿不好办 对吧 那善良的谎言 在过去的时间里 留下了很多故事 那作为偷别人的东西 这是一个被人不齿的 在西方的社会中 特别是在北美的社会中 诚信是第一关键的 第一关键 但是在这诚信的第一关键的背景之下 这个故事又催人了一下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表达 他的一种内在的含义 在台湾有一个视频 有视频广告 这个广告讲的是 一个孩子到一个杂货店里偷了东西 偷完东西之后呢 店主追着孩子打出来 结果旁边这个一个炸油条的 就给截住了 就给挡住了 说你偷的什么 偷了一些面 就是那种类似那种煮的面 还有一些药物 那他说你为什么偷这个 他说那我妈妈病了 炸油条的这个老人 就替这个孩子付了这个钱 多少年过去 老人炸油条 那就一直在炸油条 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多的发展 那有一天呢 老人就摔倒了 病倒了 这个炸 炸着油条的过程中病倒了 老人的女儿 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那送到医院之后 那医院呢 大夫说这个是脑医血 脑医血啊 那就得开路 什么做手术了 就这样 那女孩就绝望了 说这个 我没有钱 那因为家里就是 开小买卖的 我没有钱 那医生就说 你不用付钱 你钱已经付了 那这个女孩 这个女人 女孩就不知道 为什么 什么叫钱付 这个医生 就是当年在药铺里 偷这个偷东西的 那个男孩 医生讲 他的费用 我全都掏了 偿还我当年的 那一份债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 一个是台湾的故事 一个是在 美国的故事 人的善良 人的善良 人内在的一切 人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在他的现实环境中 有着他内在心地的原因之所在 内心的善 在行为上的表达 人们可以看出 他的内心的善 一个站在利益的环境中的人 一个在单纯在人的利益 对与错的角度去说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种恶 这种恶 是缺失了生命内在的东西 偷人东西 就是恶 就是错的 但把这种行为的偷 简单与人的道理去陈述的话 这个人是恶的 这个人就是恶的 所以善与恶 在现实的环境中 与人的生命境界的理解 直接相关 那善恶相报的道理 在这种回应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生命的 内在的立体的阴违 相生相克的道理 英国的报应 竟在其中 对吧 竟在其中 讲这故事 在法广今天登了一篇报道 来自于北美的报道 北美记者的报道 他说 贪小便宜的大陆人 做着巨大的愚蠢的事 贪小便宜的大陆人 站着做着巨大的愚蠢的事 首先谈到了英达 这不用他 大家就不用 大家都明白了 英达做了一件 在现实环境中 合情合理的事情 但是他把这事情 单一的事情 如果单一一次 46万美金 47万美金将近 分了50次 存在不同的银行里 单纯一次 存9000美金 一点事都没有 存了50次 就是恶意 把美国人当傻瓜 把美国人当猴耍 属猴的 说人是猴 变成是共产党干的 把美国人当猴耍 自己用那狡诈的猴的心理 去贪便宜 英达自己承认了 那据说可能 连罚代扣 大概起码29万没了 那连罚代扣29万没了 那至于会不会判他行 不知道 那有的律师说 他已经跟检方 庭外和解了 所以应该不会判他行 但是其实这里面 有个暗含的 英达现在的身份 是已经拿了美国的护照了呢 还是今天还是 仅仅是移民身份 在如此严厉的 川普的移民政策下 他会不会丢掉 在美国的身份呢 很难说的 很难说的 英达是中国的精英 文化精英 但他这个文化精英 所表现的做法上呢 却是自己是这么做的 而在文化精英的 这种著名的导演和演员 在他的技术作品中 到底颂扬的是什么 颂扬的人性 可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会给他颂扬的人性的真实性 画了一个问号 如果他并没有颂扬人性 在中共的框架下 去颂扬这个框架下的 高级动物的生命理念 利益理念的话 那跟他现在的概念是吻合的 那如果跟现在概念吻合了 在中国的社会中 他又是一个精英式的人物 那中国的精英是什么 中国的精英价值观是什么 是高级动物的 不是人性的 这个道理很清楚了 那在法广这篇报道中还提到 两个不同的女人 在过去的时间里 都曾经到美国生过孩子 而这两个女人 在一个是在上海 还有一个在北京 另外一个三个 另外一个忘了在哪 他们都家有万贯精彩 三个女人 她的家产都超过一亿 人家有名有姓的 人家只不过给打了个叉 姓什么 是哪家企业的董事 哪家企业的老板 到美国生孩子 第一个女人 她在美国拿了一个 在她居住期间 弄了个白卡 结果呢 是骗了个白卡 白卡的 这个卡片的使用者呢 可以在美国呢 免费接受医疗 她在整个生自己孩子的过程中 她就接受了免费医疗 一分间没话 生完孩子 抱着美国儿子 回中国了 那另外一个 是到了美国之后 生完孩子 每个人钱 抱着孩子跑了 跑回去了 她是一家 她是北京的一家公司的董事 家产过亿 第三个呢 是类似的故事 而这两个人 都在今年 去年到今年前后 返回美国 第一个 返回美国是看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 大概是 结果被美国海关给卡了 问他 你上次来是干嘛 他说我上次来 是来生孩子 你上次来生孩子 那你的身份 是中国人的身份 那好 我现在要你 上次来生孩子的 所有医院的付款资料 他骗了美国人 他没给人钱 就给他咔嚓了 第二个 来 来这个 第二个这个女的呢 是生了第一个没有 生了第二个又到美国来生了 紧着肚子来了 没有人 那海关拦住呢 说 你上次 可是跑了单了 对不对 白生了孩子 没给钱 他说 我承认白生了孩子 没给钱 他说 没关系 我现在愿意掏钱 我愿意 愿意去 这个接受罚金 我都愿意 我只要把这第二个 生到美国就行了 那罚金也好 欠单也好 我我以为他应该都给人 肯定人家美国海关先扣在那 你先把这钱给我收过来 收完钱让他回家 哪来哪去 这些人都是有钱人 而这些人的行为 跟在超市里换鸡蛋 小鸡 大鸡蛋换小鸡蛋 有什么区别 大鸡蛋换小鸡蛋 在北美的很多超市 大家都是自己拿的 对不对 他鸡蛋由小中大特大 那价钱不同的 我亲眼看的 不是一次 拿鸡蛋换 拿那个小鸡蛋的壳里面 装四个五个六个超大鸡蛋 然后交小鸡蛋钱 你看他穿的啊 都是dealerball LV VL Barbara Royba 都是这个里 咱外头拽 都说一个一个比谁拽 我穿的是这个 你穿的是哪个 对不对 弄鸡蛋 你跟鸡蛋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呢 换撒大鸡蛋 你能长多少块肉啊 你又长不出蛋了呀 就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丢人现眼的事情 你现在在超市里面 有很多卖芒果的 菲律宾芒果 我当初来的时候 我当初来的时候 那芒果就那么卖楼一箱一箱的楼 你看现在中国超市里卖芒果的 全拿塑料袋给绷上 为什么 有人坐那换呢 换那芒果呀 他又不是芒果的虫 他连农民都不是 你就知道那芒果哪个好哪个不好 反正他就认为他换的 就像夏天来的挑西瓜似的 他把所有西瓜都摸一个 所有西瓜都摸一个 你就跟他有多明白 你又不是上歌厅 你挑女孩子 这种事情 边地都是 不是有钱没钱 这种事情 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因为 人的生命的理念 被缺失之后的自然表现 进化论和无神论 和现代所谓的科学的被灌输 我在节目中完全就是唾弃 对自己的侮辱 对自己人性的那种虐杀 对自己贪婪的那种无限的放纵 而自己真实的人的本身 却完全缺失在其中 还一天地说别人缺德缺德缺德 自己其实缺了八倍得了 不知道 这是正常的生活 把别人都是当猴耍 救他自己聪明 救我爷 别人都是 我是姑奶奶 别人都是傻瓜 把别人当猴耍 然后你跟他说 他说你这个应该有神 跟你这灵魂 没有 我是猴变的 他是猴变的 大家乐 这在中国社会中 这是普世价值的 对不对 就像爱国的情操似的 那爱国那个情操 真不是个东西 在冀州 三千四百人 据说隶属于一家公司 到了冀州 韩国 不下船 要抗争 这回歇菜了吧 那头冀州抗争的 这头警察去抓那些 要到乐天门口抗议的 那有海上 海上离得比较远 他过不去 所以那头傻瓜的 你到了冀州不去玩 这头呢 早给封杀了 你看 赶上农民的这种 现代化传递了 你都有微信 你看看国内啥局势 那感情三千四百人 坐在船上 我就不下船 对不对 有朋友说 他给拉到朝鲜 不就得了 是这么回事 就像昨天另外一个朋友 说那故事了 给我逗 说去游行了 抗议乐天去了 结果那集上洗手间 大手接大手 估计上什么酒店了 接完大手一拿手指 韩国灶的 韩文 给他气的 我必须从小事做起 我手指我不用了 提着裤子就出去了 那你提着裤子出去了 出去了 外头正赶上警察 正在封杀这些 抗议的爱国者呢 挨一棒子就打回去了 你说奶头对奶头 听起来是笑话 这可是真实的故事了 提到韩国 美国已经在 美国已经在韩国部署了 宣布部署叫什么 突鹰啊 无人飞机 那突鹰无人飞机 他说主要是侦察用的 而且是永久性部署 那大家要知道 在阿富汗 在叙利亚 美国的无人 美国的无人飞机 专门进行斩首 斩首行动 这是事实 除非金三胖不出来 除非金三胖不用手机 对吧 跟那个本拉登似的 骑个毛驴 你放心吧 金三胖那种 那种东西 那种家桥 他那么奢靡的人 他会用的 他会用的 所以说美国部署无人战机呢 他的意图应该说相当明显 相当明确 因为早在三四天前 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讨论了 说美国政府跟韩国和日本 已经讨论了 针对朝鲜的所有可能性 而美国又明确拒绝 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 提出来的所谓的 回到谈判桌上的说法 那完全拒绝掉 所以而在这个所有的讨论中 那美国呢 讲说进行斩首 斩首行动呢 可能性更高 提高的他的可能性 而且也是完全选项当中的一个 那至于金三面会的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在我眼睛里我觉得 然后想起来这个 想起来这个 静安寺那口中落地 从静安寺那口中落地 我们就想起了地藏菩萨 对吧 地藏菩萨呢 他实际就是来自于高丽 这个这个 来自于金桥爵士 来自于高丽的王子 来到了九华山 修成得道 结果修成了地藏菩萨 在修成地藏菩萨的时候 在他临元祭的前两天 出现了叫什么山明 山明石崩 那寺中坠地 就是寺庙里的钟呢 就掉下来了 可是寺中坠地是无声的 这个这个 静安寺的钟掉地 也是有声的伤了人了 那这种 而静安寺我们看到是上海 对吧 是上海 那对应的呢 又是邓小 这个这个这个 江泽民呢 江泽民去这个 去这个 去这个九华山 超过地藏经 拜过地藏菩萨 2004年6月5号 而 这个这个金桥爵来自于高丽 来自于韩国朝鲜 所以一石二鸟 一钟二鸟 应对着两个人 江泽民 金正恩 而整个应对的呢 是给共产党送终 给共产党送终啊 地藏菩萨要有说法了 当然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了 这事咱就这么说 提到给地藏菩萨送终呢 其实很奇怪 在推特上 我注意到 美国之音 昨天连续去推江泽民的照片 很有趣的 这个这个我注意了一下 我说是不是什么别人推的 不是 是美国之音自己的账号 在推一组江泽民的照片 那个 而这一组照片呢 一共39张 而他选用的一张 就是江泽民 在弹琴唱歌 回头去看 中央电视台的原来女主持 叫李瑞英的 那李瑞英呢 明显的不太好意思 那张照片 也会有 就在那了 而 而在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今天的BBC上呢 也有人翻出了 2015年的 写江泽民的一张照片 一张 一篇文章 大概写他的 就是江泽民的势力 是否回潮 大概是那样 讲江泽民是这蛤蟆 他的势力是否回潮 在这个环境中 都是非常有趣的背景 对吧 所以 美国之音那个 那组照片呢 我昨天很奇怪 因为 在推特上 你推了什么 人家能看到吗 那我在我的推特上呢 有很多 这些世界各大媒体的 都在 我都跟人家follow人家了 跟着人家走啊 对吧 就follow人家了 我一看 我还走 我这是 这是他出新照片了 我还以为江泽民出来 没有 这是旧照片 可是呢 他弹钢琴 牛脸去看这个利润英 利润英呢 羞羞答答答的 一低头 哎 我说这事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 这到底为什么 我今天 后来晚上 昨天夜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在3月3号 是4号的时候 两会开始开会 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电视联系剧 电视联系剧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内奸 对不对 那剧目里有内奸 内奸的名字里面 有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 他们都有 对吧 后来据说那一段给删了 当然这个剧呢 删了那段之后又上来 可是被鸣眼的人看见了 那戏里面有内奸 是习近平 今天呢 我就去查这个 我就想起来 我做过一期节目 在2月底 我说国内呢 我在国内微信上看到说 中央电视台在批这个 戏的治国呀 是戏的误国 是这么回事 戏的治国 还是戏的误国 那当时呢 我就只是看到那个消息了 那细节没看出来 今天我就想查这个 到底是戏的治国 还是戏的误国 嘿 他又出来了 戏的误国 戏的治国 然后大篇幅的文章出来了 是跟那个 而他的主题内容呢 谈的是一个男演员 就是他媳妇给他戴着顶绿帽子 那个 然后离婚那个 农村来的娃子 非要娶个城里的丫头 这丫头把他给涮了 给洗了 就那么回事 用的那个人的故事 在谈戏的治国 这事就 这事就联在一起了 这事就 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 包括美国之音 江泽民谈琴 看李瑞英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 这戏的治国 还是戏的误国 这戏的是谁 是江泽民 还是习近平 这就没第二选了 因为习近平出现在 中央电视台的 演的曲目中的内奸里面 那戏的误国呢 大家都知道 江泽民是个戏子 在整个过程中 是个戏子 那这个戏的治国 戏的误国 是谁 这确实是问题啊 确实是问题 可是我们知道 在2月16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已经20个人马 人选正式出台 在20个人选 正式出台当中 里面有中宣部长 却没有刘云山 有中宣部部长 没有政治局常委 主管宣传的官员 这是 这是国家 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中的明确的概念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 其中有一个安全就是文化安全 如果有文化安全 再反过来 戏子治国也好 戏子误国也好 这是谁 中央电视台 播的电视联系剧里面 那个东西是早做的 没错吧 那个制作一个电视剧 它需要时间的 什么人故意 把他们的名字放里头 有意无意放里头 这可以查到 但是今天再说 戏子治国也好 戏子误国也好 是来自于中央电视台里面的人 不服他呢 不服习近平呢 还是习近平借助这样的说法 去打击江泽民呢 还是美国之音 有着他自己的某些渠道 在暗示着戏子治国 指的是江泽民呢 这得需要时间呢 但是戏子治国也好 戏子误国也好 今天被中央电视台拿出来 有人要打他 有人要打戏子 要把戏子揪出来 这是在时间点上 非常明确的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 非常明确的 如果谈到习近平的话 今天出了个消息 在4月6、7号大概是 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 这是被美国的媒体 首先提出来 说的这件事情 那大概习近平可能参加一个在佛罗里达 要一个相应的会议 两天6、7号 在这期间 川普跟习近平可能有见面 而且被安排在佛罗里达最豪华的一家俱乐部里面 那安倍晋三 上个月就是在这儿跟川普吃的饭打的球 大家谈得很不错 那那里面的奢华程度呢 被人形容成 宛容天堂 也不是谁去过天堂 宛容天堂 那这是一个 比较爆炸式的 确定式的消息 也就是说 在王岐山 对不起 在两会结束之后的 大概20天之后 习近平要到 要去见川普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在围绕着两会 而基本上 他特别是在这个 在这个 梁振英成为了政协副主席 在把前面的流传 留言呢 变成了现实 这成为了一个争论 因为梁振英现在依然是特首 是香港特首行政最高的行政长官 却成为了国家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个国家级的官员 这是有碍于 与一国两制完全是冲突的 所以在评价中呢 人们争论很大 但谁也没搞明白 到底为什么他可以成为特首 他成为政协副主席 在会今天结束的会议上呢 包括习近平李克强也跟他握手 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祝贺 对吧 那在政协副主席当中 有两个名额 一直是给这个香港的 那原来的那个名额呢 是06年死去的霍英东 所以这个名额一直空着 另外一个名额先就是这个 董建华战 那梁振英现在占据了这个名额 那占据了这个名额 那有人说呢 是把梁振英竞选特首拿下来 然后给了他一个安慰奖 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呢 确实是对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呢 是一个直接的冲击 就变成了梁振英现在的特首 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级的官员 那就变成了特首 可就是中央的一部分 特首是中央级官员 这是有问题的 但为什么这么做 那在我的眼睛里呢 这个很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习近平在两会中 他只要一点贯穿习核心 贯穿习核心 贯穿整个中他的体制环境 那我们可以回顾整个他的 从2013年的过来的时间 2013年 2012年获得权力之后 习近平当时是以退为进 2012年9月份 他不上班半个月 然后逼退了政治局 逼退了政法委书记 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名额 所以政治局常委 从9个变成了7个 这是他做成的 而18大是江泽民获胜 2013年的三中全会 他忍了一年 2013年的三中全会 开了三天会 最后就出了一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别的都没有 然后回头到了半个月之后 他在中南海抓了 12月初 5号6号 5号周永康的生日 半夜抓的周永康 21号抓的李东升 这是2013年12月 2014年一开版 那我们看到的是 曾庆红披露出来的 离岸资本 红二代的离岸资本 那揭露的就是 包括习近平 温家宝 胡锦涛 这些人 跟江泽民 曾庆红的人马 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到了2014年 到了6月10号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香港610白批书 对吧 而5月20几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曾庆红在上海露面 在韩正和江绵恒的陪动下 5月27号 我们看到是 江泽民跟普京 在上海见面 把这个 把习近平给恶心了 但习近平随手 就把这个徐才后 咔嚓给砍了 应该是30号 31号 那结果到了6月10号 香港白批书出来 刘云山 激化了6月22号 这个香港的公投 那这就是整个围绕着 当时香港的风暴 对吧 贯穿了2014年 细节我们不用再说了 到了2015年 而2014年 它是闷到11月份 开的这个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 拿出了一法之国 一线之国 跟三中全会配套 2015年初1月7号 即刻砍死了这个 马剑 对吧 2015年的3月份 这个胡树立建址 郭文贵 2015年的5月份 出现股灾 8月份 天津大爆炸 9月3号 大阅兵 10月3号 江泽民在国家 国家这个展览 国家博物馆露面 傅政华在其中 那再给国家博物馆提字 明确抗争习近平 对不对 那而在他这个 2015年的五中全会 开完之后 对军队进行整体大整肃 我们今天看到了 一年的结果 整体整肃的结果 中将上将全砍掉 不在人大 不在政协任何一个部门认知 只使用少将 打碎整个军队肩架结构 那这是一直贯穿 从2016年到2017年 我们看到的故事 对不对 今天刚刚登出来 叫刘福什么呀 另外一个上将 管后勤的 原来是北京军区的政委 说 没了 这哥们也给砍了 这个上将也给砍了 你记住 他是打碎军队的肩架结构 来获得 在贯穿2016年 打碎了军队的整个肩架结构 废掉了中将上将之后 他出现的是什么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习核心 所以非常庆祝 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 六中全会 他不管在会议中 有任何其他的支支叉叉 他都不管 他我每一个会议 我要什么 我要下这个东西 是为了后面铺垫 是为了后面干活 对吧 那六中全会 结束之后 贯穿习核心 到了今年 我们看到他 大年三十 没让这个 没让这个 肖建华过年 把肖建华干了 那 郭文贵文字声了 起来了 对吧 郭文贵文字声了 起来了 肖建华被干了 冲的都是曾庆红家族的整个故事 而到了 到了今年2月13号到16号 那他召开了 召开了 全国省部级的 主要领导会议 加上军队的 在党校里 七个政治局常委 全都出席 开会 开会什么 贯穿六中全会精神 六中全会什么精神 习核心 习核心 在 在16号开完会之后 他亮相20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笼 剥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的权利 进入了三月初开两会 三月初开两会 余震生跟李克强开会 上来就是习核心 今年的两会 习核心是主题 其他他什么都不管 所以有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梁振英还能成为政协副主席 他不管 他觉得无所谓 我只要习核心 我才不管你两会开会开成什么样 他不管 大家要明白 他管不过来 对吧 包括郭文贵的这种做法非常的强悍 那如果你按照 按照我看今天蒋维平 又被转写了一篇文章 蒋维平是这个 应该是2015年写的一篇文章 提到了郭文贵 所以他认为郭文贵在做最后的贫煞了 有这个说法了 当然这是人家的事了 咱也没钱 咱也看不懂 人家有多大实力 不知道 但是围绕着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这习近平做事的风格 他只要做成他认为最关键的事情 而这种事情 都是从最上头可以往下压的事情 在他往下压的过程中 旁边出现争持 人大也好 政协也好 这个统战部也好 国家安全部也好 包括这个港澳办公室 这些都拥有着完整的 这个权力体系和肩甲结构 那这些官依然在那里 就像两会公告 我们看到把709律师的事情 当成去年的 这两去年的工作报告 主要拿出来 对吧 那这种事情 为什么发现 为什么发生 是因为政法委的整个权力体系没有动 你对比一下军队 你就知道 军队他把原来的七大军区四总部全废 然后把上将中将重新给打散 重新成立什么国家 什么战争指挥部 军队指挥部 然后大家都打散了 打散之后再给他们扫 一人给了一个桌子 给办公室 挺高兴 以为我有心职了 刚刚这东西 连铅笔盒还没放好 拿条肉说回家吧 那全给回家了 上将们全给回家了 所以这是对军队的整肃 他能做到 政法委没有动 你就看到两高的那些人 包括周强 他就继续这么做 那作为这个港澳办公室 根本没他没有能力去动他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所以你就看到梁振英又上来了 对吧 你看得很清楚 梁振英就又上来了 那至于说香港特首要到底是谁 那就是令堂不一定的 这不好说 你说林郑月娥会怎么样 很难说的 同样的道理 在原来的权力体系中 肩甲结构很多地方都没有改变 他一定按照原来的系统在走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分析的意思 佐证的意思就是 你看到了他军队体系的 是彻底打碎之后 才废掉了中将和上将 而其他任何权力体系都没有打碎 他是在大的框架结构在转移 权力结构在转移 转移到国家的权力框架之下 这里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国家监察委员会 所以他是这么个转型方法 向国家体系转型 而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现了 国家监察委员会出现了 他会跟中华民国的五院制对口 他会与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当中的 相规相定结构对口 没你将看不到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 党员的体系在其中 这是他做的 所以他主要要军队 其他就不管 主要要军队灌输习近平核心 所以你会看到 凡是低于这个层面的 低于他最高层面的 各原来的部委 都在按照原来的方式在做 按照原来的方式在做 所以这是我跟他 我以为在解读中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 所以你会看到 他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抓这些权贵家族 香港今天写了一篇报道 他认为呢 其实习近平已经直接动手 透过肖建华这件事情 直接向国内的叫 他叫权贵资本势力 和权贵资本势力 和另外一个叫阴谋势力 权力的阴谋势力 那这两个集团动手 那习近平在有关 这一次特首选举中 有一个明确的 就是说不清点 那让这一千二百人自己选 不清点就没有说法 这是习近平明说的 那要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这也是习近平说的 那如果明白的话 大家知道 围绕着香港特首选举 出现了两个声音 习近平的宗旨 张德江 张晓明 那原来曾庆红的体系人在动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能够看出 曾庆红的势力 残余的势力 在香港这件事情上的 这种火爆和冲撞 包括梁振英的 包括梁振英的做法 而梁振英的做法呢 被选举的做法呢 就等于暴露了 在现在在香港 谁是曾庆红的人 全都暴露之下 而习近平到现在 不说一句话 以沉默和无声的方式 衬托出整个将要被他打击的人 对吧 被他打击的人 大家想象想过没有 如果他即使你特首选完了 如果他抓完了江泽民 曾庆红一旦披露出来之后 选完的这个人 无论是谁 最终都要倒戈他 最终都要倒戈他 而在选择的过程中 什么样势力的人 在其中波动 做了什么事情 都在他的视野里 所以他动上头 系统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反抗 所以这是在香港出的事情 但是香港那家媒体讲得很清楚 权贵资本的家族集团 与阴谋野心的家 这个权贵权力集团 在香港这块土地上 抗争了习近平 利用香港的这种跳板的作用 在金融体系中和国安体系中 反过来控制大陆内部 打击习近平 这是指着金融安全问题 而金融安全问题 又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下 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讲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王岐山 而王岐山现在握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票 那个应该是 这不只是大内总管 他是在今天中共官场权力中的 看头者 他树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是他统领的 没错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代 现在的相当诸多的这种权力机构 就是监察法治 侦查拘禁扣留的这种监假结构 将取代中纪委 所以也就是说 他在法治的概念当中 和监督的概念当中 更趋向于像新加坡和香港的 廉政公署的概念 他的方向就是打官 所以这是王岐山第一需要 王岐山第一需要 完善监察委员会 完善监察制度 用国法代替党纪 来面对国家官员 国家公务员 而另外一个 十九大的人选 谁合格不合格 统就是王岐山的一票否决 要求所有十九大的 候选的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必须公私自己的财产 申报自己的财产 填表格的 包括子女 包括所有这些公私财产内容 凡是发现有带病提升的 凡是发现有问题的 王岐山有一票否决权 那十九大 谁能进入十九大 王岐山拥有一票否决权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共产党没有绝对权力 权力要转移到国家体系中 他已经转移完了 这个时候 党就从国家的权力体系中被剥夺了 当被剥夺了的权力的本身 对国家的影响 对国家运行的影响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他才出现一票否决 不至于干涉国家的正常运作 这是非常大的一旁旗 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能够品出来 今天披露出另外一个消息呢 是指刘福连上将 原来叫战略支援部队的政委 刘福连呢 原来是北京军区的政委 刘福连上将呢 应该被去职了 就是 这是18个上将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没了 回家抱孩子去 抱孙子去 那 谈到刘福连在那里嘲笑 他是在 从一个报道当中说 刘福连 刘福连参加了什么什么 而在报道他的关系 那是 战略支援部队原政委 刘福连上将 如何如何 那刘福连完了 没有 没有官位了 那他徒有上将 没有官位 然后就立刻就揭示出 他当年呢 汤灿呢 大概是 咱不知道 他说2011年呢 进入军队 北京歌舞团呢 应该是北京歌舞团的 说北京歌舞团呢 当时出来 出头的时候呢 汤灿出来了 那第一次见到刘福连呢 就说刘福连 看他演出呢 到北京军区 这个高干什么什么 大概是团拜会嘛 表演 那他就这个这个 刘福连就看傻了 就 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然后就跟那个团长说了 说你得把这点人留下 我们晚上请客吃饭 喝酒 然后这些北京军区的 包括这个叫防风 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记不住人名 那那个时候是北京军区的 姓防的是北京军区司令 那刘福连是北京军区政委 那跟汤灿他们就喝酒吃饭 那据说呢 当时汤灿的老板 就是北京 北京战友歌舞团呢 北京什么团呢 团长呢 挺不高兴的 说看这个刘福连 怎么去去拉这个汤灿的手 不不不撒手 挺醋的 据说在酒桌上 大家还你来我网子 就就干上 那旁边的人说看明白了 说刘福连有点 有点太那个了 因为那个时候刘福连跟这个防防徽呀 是什么 刚刚到北京军区任职 你也不搂着点 你见着漂亮的女人就不撒手 那我相信刘福连自己也没搞明白 人家汤灿 你一个军区的上将 没准人家都不尿他 对不对 那人家汤灿走的是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的 那个时候上将在汤灿眼睛里 可能就是一个跟小兵差不多了 那当然汤灿现在也灿烂了 那刘福连呢 也就是那福气满身了 就都歇菜了 但是这个故事 这是应该是个事实了 因为报道很详细 那这个故事和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想分享 就是说习近平在整顿军队的时候 他是以某种名义 先改变军队的体制 那完全击碎了原来 惯性下来的军队官场上的 这种肩架结构 对吧 整个体制给打散了 那没动上将中将 当体制完全打散了之后 那这些上将和中将 他徒有虚名 已经没了根 等于是削了这些高级将领的根部 身子都没了 又给他们一个职位 战略支援部队的政委 那是一个新的框架下的一个官位了 对吧 但是战略支援部队 这些部队跟刘富莲之间 在时间上可没有关系啊 大家一把脸谁也不认识谁啊 当你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 当你把刘富莲从北京军区调出来之后的时候 北京军区都消失了之后的时候 我再把你刘富莲拿了 是这么干的 但政法委体系呢 把周永康砍了 政法委还在 高等法院 高等检察院 这些东西都在 对吧 那作为港澳办公室呢 这些东西还在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在的时候 这个体制都在的时候 他动不了的 那这些比习近平官低的人 却利用体制的政策和规矩 来制衡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才在两会前 把中央 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单 真正的人选亮相出来 面对全国的高级官员 各省部和军队中的高级官员 亮相 在亮相之后 贯穿习习近平习核心 所以习核心叫党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但他的操盘坐手 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家深化改革小组 那以习核心为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他的自己的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的权力 肩价结构从国家里出来 这叫权力转移 他需要时间 对吧 需要氛围 而在这个过程 转型的过程中 那包括政法委 中宣部 包括诸多的 这样的原来隶属于党的 肩价结构的 这样的体系中 他一定按照原来的规矩 在做事情 因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也好习近平的国家权力角度也好 还没有行使他的权力 也就不能够给高等法院 高等高高级检察院 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他自然就按照原来的方式做 而反腐中 很多人都 都与习近平作对了 这是自然的 郭文贵在这一次推特的 推特的战争中 说了一句话 就是要保钱保命 有人去去去改他这句话 说你不对 应该叫保命为先 保钱不重要 那说这话的朋友呢 十有八九呢 就是一个文化人 读书的 郭文贵没钱 郭文贵就不是郭文贵了 郭文贵没钱 郭文贵就影响不了了 什么都没有了 郭文贵如果没了钱 那他不如死 自己想象 可能就不如死了 所以我保住钱 才有我郭文贵的意义 我保不住钱 我郭文贵没有意义了 这是很多朋友 可能没有听懂他的概念 而在反腐的浪潮中 郭文贵的赚钱的开始 是从十几年前 99年开始 到了200这几年开始赚钱 2003 0405开始挣钱 对不对 开始跟国安体系挂在一起 对不对 那这几年就是现在 反腐的最集中的概念 所以郭文贵要保钱 再保命 跟习近平的反腐 直接是对立的 而郭文贵的保钱 他透显出 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的过程中 得罪了所有有钱人 有权势的人 有力量的人和家族势力 那唯一这种得罪 从郭文贵要保钱 在先保命在后 就能够反衬这个道理是存在的 因为人家挣的都是钱 对吧 所以郭文贵给了一个习近平的答案 给了大家伙一个答案 习近平 不以国家权 不以国家机构 否定党的机构的话 习近平就会被这些人 怎么说呢 置于死地 只要他们有机会 只要习近平不废掉党的权利 所有这些有钱的人 被反腐的人 都是有反扑的机会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 问郭文贵 说你 郭文贵为什么不反党 他不能反党 他反了党就拿不回钱来 所以这是在我眼睛里 非常清晰的一幕 要收听这期节目呢 请您订阅时朝Radio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